我還是再一次強調 大家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 他們是反對相關的宗教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中國共產黨 他們的宗教部是放在統戰部裡面 講白了 宗教對中國共產黨就是統戰的工具 在中國共產黨是沒有信仰自由的 而且把宗教作為統戰工具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 他們是迫害各種宗教的 那假設你真的支持宗教的自由 那你應該做的事情是譴責中國共產黨 你怎麼會去跟他們應賀 甚至還跟他們一起討論 什麼所謂統一這件事情 這邊我要再糾正一下 我個人非常反對所謂統一這個詞 因為從來沒有在一起過 誰在跟你統一 這個叫做侵略 就國安辦主任送方 就是見了佛光山的住持 然後領頭還談到統一 你自己怎麼看 我還是再一次強調 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共產黨 他們是反對相關的宗教的 就是說我一再強調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中國共產黨 或者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的宗教部是放在統戰部裡面 就是說對他們來講 講白了 宗教對中國共產黨就是統戰的工具 我再強調一次 他們不是跟台灣 或其他民主國家一樣 我們支持各式各樣的宗教 有所謂信仰的自由 在中國共產黨是沒有信仰自由的 那沒有信仰自由 而且把宗教作為統戰工具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那甚至在中共他們是迫害這一個各種宗教的 他不論是對於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中國共產黨都是迫害的 那假設你真的支持宗教的自由 支持宗教的價值 那你應該做的事情是譴責中國共產黨對於他們國內宗教人士的迫害 你怎麼會去跟他們應賀甚至還跟他們一起討論什麼所謂統一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這邊我要再糾正一下 我個人非常反對所謂統一這個詞 因為從來沒有在一起過誰在跟你統一 這個叫做侵略 我想其實國定假日法喔 我在上一屆的時候提出這個相關修法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目前我國在 現在大家所說的國定假日 它事實上是以行政命令 是以命令來處理 那這代表說長期以來我們的國家對於國家的整體上來講 哪些日子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共同應該要來討論 有它的一定價值跟地位事實上還沒有建立 那當然我很高興這一次我們有機會修國定假日法 事實上國定假日的重點不在假日 而是什麼樣的日子對於我們的國家的國民是共同記憶 或者是重要價值 所以這次國定假日法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比方說我剛剛看到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族群的特定假日 特定國定假日 或者是我認為台灣因為經歷過殖民政治 所以殖民歷程裡面的終戰紀念是對台灣人非常重要等等 我希望能夠有好的討論 問問我們說一下 就是現在好像說這個全民動員 那黨內包怎麼可能有拚聽說要暫緩的歐巴 我這邊沒有收到這個資訊 那我個人會認為說 我上個會期我對於全民動員署 全動署我有非常多相關資訊 那全動署還有相關的法令 其實我的見解我會把它當成說 他就好像是我們在2004年修傳染病防治法 你需要有一些相關法員假設國家在做所謂的 真的是暫時的管制的時候的應該作為 但是當然我也必須說 這一次的全動法相關修法出來的資訊跟整個溝通的狀況非常的糟 這是要趕快處理的事情 我想台灣的國際角色我一再強調我們不是被人家同情 而是我們國際社會發現台灣不論在政治政治經濟甚至在民主 以及國際的所謂區域安全上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不論是對於台灣本土利益 台灣自己本身利益 或者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台灣都不可或缺 那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 應該是有非常多不論是在美國的相關的議員 或者是在美國的很多的朋友幫忙我們做遊說跟討論 我想不要把人家三立這麼大的一間公司講成網軍啦 這樣對人家三立也不尊重 我沒有太多想 fi wonderful 往前的特別派 我們來找的 那個世界華人在新的地上 我們來找的 我們去找的